目前臺灣處於偏南風的環境 會影響到目前臺灣的天氣 但大家現在關注的是 在臺灣周邊有兩個熱帶性低氣壓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我們 其中一個就是在看到 其實在臺灣的下方 菲律賓東方的這個距離 我們臺灣只有五百多公里遠 另外一個就比較遠了 在關島附近 其實距離臺灣還有三千多公里遠 所以我們要討論的 還是距離臺灣比較近的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預估最快在明天清晨 或者明天早上會變成 今年第九號颱風蘇拉 另一個颱風可能會是 今年第十號颱風丹瑞 而且那個丹瑞可能是往日本去 所以我們持續討論 這個離臺灣比較近的 而透過這個颱風CG 也帶大家來看 來看這個看我們比較近的 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它其實目前是距離 我們真的五百多公里遠而已 但重點它速度非常慢 每公里是 每小時是六公里的速度 緩慢前進 甚至一度都是停留在原地 而且重點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路徑圖 它似乎不知道往哪裡去 因為它就缺乏顯著的導引氣流 所以路徑不明 所以有可能幾種走法 因為這個低壓帶會影響到 它移動的速度 移動的方向 明天可能會往北一點點 但之後又有可能往南一點點 而且不排除它 有可能是會往台灣的 東方海面通過 或者是直接往台灣 甚至是往巴士海峽 這三種可能性都是不排除 所以我們要持續觀察它的動態 而另一個可能會生成的颱風 就距離我們比較遠 可能也是會往日本來前進 但我們還是要持續關注 重點是它距離我們真的很近 現在這個熱帶性地氣壓時候 離我們真的很近 所以一旦它變成颱風 步排除會馬上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而不管如何它會怎麼走 因為它距離實在太近了 所以對我們整個台灣的天氣都會有影響 到時候可能為東半部還有恆春半島帶來一些風雨 下禮拜一才是會比較明朗的狀態 禮拜二禮拜三可能就會開始顯著的影響 所以大家就很好奇了 這颱風是不是在趕夜機 因為有可能一次生成兩個颱風嗎 只是看看平均數字 因為大概在八月底的時候 應該要有十二個颱風 但現在只有八個 所以現在如果一口氣生成兩個 其實這也是在平均值之內 加上目前海溫都是偏高 都非常有利颱風的伸展 所以我們要持續為您關注 只是就講回現在台灣的天氣 透過亞洲雲雨圖來看 今天是偏南風的天氣 重點是偏南風 這天氣就非常好 但是下午熱對流就是要注意了 有可能這雨是往北來擴散 加上今天高壓比較增強 所以天氣是比較晴朗的 熱力作用之後 午後就有一些熱對流的發生 會從山區開始下雨 再往一些桃園以北的平地 也有可能是一些短延時強降雨 要特別注意 四日雨區也提醒大家 今天跟明天主要都是受到了 南風影響 都是午後雷震雨 而且是以中部以北為主 而過兩天開始就是東風的影響 東風影響主要就是不只在山區 而且中南部的平地 也會有些降雨的狀況 只是要提醒大家沒有降雨之前 還是偏熱的 因為在台東長濱 已經出現了38.8度的高溫 接下來就來關心各地的氣溫 北台灣的部分 基隆台北新北26-35度降雨機率 30-40% 桃園到新竹降雨機率20-30% 而中台灣的部分26-34度 其中南投雲林降雨機率偏高 有50-60% 而南台灣嘉義降雨機率30% 台南到屏東則是20-40%的降雨機率 而宜蘭花蓮台東在宜蘭降雨機率偏高 有40% 至於在離島部分 澎湖金門連江26-32度 降雨機率20-30% 以上這集的氣象資訊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加上 一手掌握新聞 810-33度 食愛